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25日 这次俄罗斯队长访问中国 有几点迹象不太正常 一是访问中国不去北京去跪连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这个访问结束之后呢 虽然发了一个联合的声明 但是里面没提这个中俄是战略伙伴关系 反倒是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第三个呢 这次访问习近平不见的 李克强也不见 习近平到福建去了 这个游山玩水的 显得好像是非常轻松 假装轻松 是不是像美国释放信号 就是说 我并不赞成杨洁篪讲的那么 这个那么咄咄逼人呢 和美国似合理 这个或者说他授意这个杨洁篪 在阿拉斯加要显得强硬一点 别那么圆弱 但是没想到这杨洁篪把话讲太古了 讲到现在这个程度 这个整个中美关系崩盘了 习近平一看 这是麻烦党的 要真打起来的话 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是美国的对手 你不论是军事设施 还是这个部队的素质 目前国内的这个经济形势 党内外的这个 这个目前的现状 不适合打仗 是不是 我觉得还是 有一些几个原因 正因为这样 可能杨洁篪回来以后 和王毅两个 就是碰着一鼻子回 遭到了这个 来自于各个派系的 这些批评 你想江泽民 胡锦涛这老头老太太 推卸了原来肯定是不愿意 我在上一个节目当中讲到了 那李克强的派系呢 共青团队肯定也不满意 你这不闯个大漏洞吗 这原本是这个 就拜登给习近平 春节拜年 就缓和了关系 你招什么急 你这么一讲的话 就好不容易 这个天气酸暖了 现在变成冬天了 这个可能是非常恼火 这习近平也是 也是碰壁 也是很狼狈 你杨洁篪也不能说是你造成的 你告诉我讲 我就按照你这个讲来写个稿 说不定的稿 给习近平看了 就要写 习近平因为是赌气之国 赌气外交 赌气外交的人 有个特点 接着还可以后悔 因为在气头上 就弄法从关 你看 秦吾们去了之后 连饭都没准备 这个也没有什么欢迎仪式 也没有红地毯 而且在这之前 和日本发个声明 在这之前 日本发声明之前 还宣布制裁中国 一些高级官员 包括王晨 任大常委会副院长 一大串 这个非常恼火 这一恼火 就觉得 这个当时这个决定 反正太冲动了 我会受也不好受了 话已经讲出来 是不是 搞着全世界 沸沸扬扬扬 美国很紧张 马上到布林肯 就去欧洲去了 去 这个 搞着所谓的 这个 N个国家自由联盟 要威罪堵截中国 大油开干 这个架势了 那西米一看不好 是不是 也是 理科家也有一届 那肯定有一届 你们可以搞到这个地步了 怎么办 是不是 这个 这个 王毅回头出脸 那习近平说 那你自己 你自己处理 你自己想办法 你们俩把这事 搞到这个地步 看看怎么化解 外交部自己 自己处理 他俩想什么办法呢 只有临时赶快叫 俄罗斯外长来 是吧 来 吓一吓美国 我们和俄罗斯联手 所以那个人 他就匆匆忙忙来了 我怎么看出来呢 我看这个 华春莹啊 是吧 华春莹在 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捡得很清楚啊 中国外交部 否认此次 中国外交会晤 外长会晤 是中美对话后的 特别安排的 否认这个 你知道吗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 都不是两个国家的战争 都是两个联盟 拉达光阻战成牌 两个联盟 自己人打仗 你把俄罗斯领来 那不叫打仗了吗 那不更激发矛盾吗 是不是 因为中方不想打嘛 所以他发这么一个声明 说是中俄关系的发展 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 这真是此地无言三万两 是不是 我猜测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办杂了 你外交部自己解决 结果来了以后 安排到 进京谁都不见 进京干什么 李克强也不见 谁也不敢见 习近平也走不了 上福建去 你去拯救 你外交部闯 那么大烂 是吧 原了我们都有一见 你说怎么办 所以李克强和习近平 都按照原先的既定的安排 这既定安排 最大的一个安排 就是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建党百年 这个事 他就早就做了一个规划 而且这次百年 还有个特点 宣布不阅兵 那习近平 就是阅兵上演 没两年阅兵一次 这次应该阅兵的 百年他不阅兵 那说明什么 他也不想 给这个美国一个印象 我想打仗 再阅兵 是不是 就火上就要有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个人猜测 现在这迹象表明 似乎有点不太寻常 就中俄这次 这个谈的声明里边 明显是意见不统一 人家不愿意跟你做 合作伙伴关系 坦率来讲 就是一旦打仗 我不跟你站在一起 我只是和你一起 防疫工作 因为疫情 你这个时候 从你这出来 我们一块防疫 制定一些政策 多给我带疫苗 帮帮我 因为你这个防疫 有了经验了 说的确是几率经验了 从你这开始 怎么没有经验 死了这么多人 也没公开报道 主要是这方面的合作 另外他从 那个联合生命里边看 几乎没有什么心意 讲到了什么 老调从谈 生存权 发展权 人权普遍的保护 静止社会 经济 文化 环境方面的人权 民主是人类发展的成就 等等 一看 算是谈的并不好 其实没什么 就是说 这个 值得就是能够制约美国的 美国根本不怕 你即使俄罗斯和美国联手了 美国和中国联手的话 俄罗斯也不怕 美国也不怕 因为美国心想 你中国都是核武 俄罗斯多少核武 美国多少 对不对 那根本不是一个体量 所以这个基础 还是在这个 算法军事实力 不再有打口号 是吧 不再有打口号 所以这次我感觉 这个杨洁篪一好 王一一 闯下了大火 这个不好收场 你看这一两天 这个虚张声势 搞这东西 是不是 正因为这样 这个共青团派 在生化这把火烧不起来 所以这个青年报 微博的第一个 先给你捅着 就让你把这个新疆 HM公司这个事 这个抵制 这个新疆 这个事 制裁新疆 这个事给你打出来 故意叫你 叫你夹他一把火 就让你点燃 点燃会影响经济 这个整个给我的感觉 中共这个中南海 前的核心层 围绕这次 这个杨洁篪和王一 这次 这个咄咄逼人的 这个战狼的 这个问责 促弄美国这件事情 分歧一件很大 所以你看这一两天 李克强也好 西医院也好 你看都按部就班 该干什么干什么 断着以前的 那个计划 一会参加这个会议 一会参加那个会议 你再看那些副总理 也是这样 杨洁篪哪去了 杨洁篪到现在开始 看来没有什么新的活动 是吧 我估计可能这次 闯了大火 这确实闯了大火 因为你想 中国和美国这个关系 是整个国际舞台当中 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制 间的一个关系 其实现在发生 这么多的矛盾 就是什么 过去老大是 老大是美国 对不对 以川普为代表 现在是以拜登为代表 中国不服 也想当老大 习近平想 胜过毛泽东 结果以事态 已经碰壁了 已经闯下大祸了 已经惹了麻烦了 也不想再急 搞下去 想缓和缓和 看看那么从长之急 至少可以什么呢 把台湾把它拿下来 但是你美国不插手 但现在这个形势 美国不可能不插手 对不对 它是第一岛链了 那中国也不能让步在这个问题上 那就先缓一缓 现在习近平考虑的时候呢 是这个动静可以 适当的大一点 斗而不破 那么这个既要讲一些硬话 同时又不发生冲突 这样就是什么 编影的一年后 二十大连任 先把这权力拿到手 权力对习近平来讲 比什么都重要 对不对 所以这个 现在的形势给我感觉好像 有点诡异啊 当然还要看不起 过几天啊 看还会发生什么 说不定杨洁篪会被 以反腐败的名义 腐败的问题 这个借口 被拿下 也有这种可能性 也不排除 王毅也好 这个杨洁篪也好 我认为并非什么连接自卑 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程度不同而已 你想这种政治体制 在外交领域里 搞这些所谓一带一路 这么多的资金 撒向全世界 他们难道不想 分一辈耿吗 是不是 假如有问题 那些人肯定 抓住这个问题 就开始整肃了 这样就可以 缓和一下 各方面的矛盾 这个还有待 再看看 过几天 还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那么今天的 海外期刊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 谢谢